主料,菠萝200克,小米100克,黑米50克,辅量,枸杞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削皮厚的菠萝一个,把菠萝切成块不要太小了,枸杞用水清洗一下,黑米半杯,小米一大杯,把这些原材料倒入一锅中,再倒入水慢火开始煮,大约10分钟左右,就是一锅热腾腾的皱了, 由于放了黑米,所以颜色有些发红哦,煮熟后的菠萝更甜,小米也是偏了了喜欢吃甜的朋友,可以在家煮,烹饪技巧,菠萝中含有刺激作用的带类物质和菠萝蛋白酶,因此因将果皮和果刺修静,将果肉切成块状,在吸盐水中浸刺,浸出带类,然后再吃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